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昨天有许多万圣节活动 其中民众党举办赖政府搞什么鬼的活动 宣称有各种鬼故事 那许多支持者就高举放人压人取贡的标语 批评北剑政治办案要求释放柯文哲 还说今日柯文哲明天任何人 但有谁能够像柯文哲这样收那么多钱呢 陈佩奇问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起诉 为什么还要积压柯文哲 黄国昌说他18岁念法律至今 为什么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呢 但是要回答这问题需要从18岁就念法律吗 民众党说别人鬼故事 但自己的鬼故事呢 为什么USB里都装钱 而且没有报给民众党 那白英立委竟然喊冲总统府 要求赖总统放人 那为什么是非对错都要这样扭曲呢 黄国昌说民众党不许柯文哲牺牲 但收钱要钱是什么样的牺牲呢 民众党的司法逻辑还有多少人支持 害阿伯坐牢其实是橘子 为什么不回来面对讲清楚呢 柯文哲有救赎北剑上位传唤 神秘的K先生到底是谁呢 另外国会扩权法被大法官认定大部分违宪 蓝白违宪新三保 黄国昌翁小林还有吴宗宪 都是法律出身 却制定违宪的法律 翁小林竟然说不用遵守宪法判决了 那蓝白通过的法律 民众要遵守吗 国家要乱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近举日发展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来宾首先是民进党立委庄瑞雄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金淑培 中江哥好 大家好 桃圆市议员于北陈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自认媒体员邱明玉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民众党昨天举办万圣节半鬼宣讲活动 说赖政府有各种的鬼故事 批评北检的政治办案 他们高呼要释放柯文哲 更指出今日柯文哲 明天任何人 然后陈佩琪有到现场 他在台下不时的低头事累 然后压轴就是黄国昌上台 他也是哽咽 他说陈佩琪有传简讯问过他 既然最正确凿 为什么还要继续压 他18岁读法律至今 却无法回答陈佩琪的疑问 然后他问他自己 为什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来先讲名誉 他真的无法回答吗 我们说万圣节 讲别人鬼故事 那民众党又是怎么样的鬼话连篇 真的是鬼话连篇 而且言很大 我们先讲 就万圣节 这个昨天的活动 昨天这个最精彩 在网友心目中 套选第一名的 竟然是打扮成阿伯 对一堆人 对一堆人 你看到他走在这个 扮成阿伯的民众 哇他真的为妙为俏 还这个学阿伯穿这个黄上衣 还有蓝白拖 甚至还戴上手铐 然后还坐捷运 那甚至走在捷运的时候 还碰到另外一个 也是打扮成阿伯的样子 然后两个还在 都是比那个标准动作 比如说摸头啦 什么什么的 然后所以就说 你看这个阿伯 被上靠 还有这个在土城看守所 这样子的样子 现在已经变成了 我觉得台湾 非常讽刺的一个笑话 所以等于说 这些网友都在讽刺阿伯 所以我觉得说 你民众党看在 这个秦河以堪 现在你们的党主席 已经变成了一个 万圣节的鬼故事 跟一个最大的政治笑话 对 所以好 可是现在磕粉磕黑 有点搞不清楚 因为连在他们昨天的 自己的场子 也是他们穿的 那种黄色的衣服 对 就说那些小草 也是穿一样的衣服 这个是很讽刺阿 照理说你这个 一个好像被 等于说快要被起诉 严压的啦 这样子的一个嫌犯 结果落着这样的禁地 你们还好意思去 考虑他啦 我觉得这个很讽刺 那回过头来啦 就说昨天啊 事实上民众党 自己在这个 中正纪念堂 他也封路 把那个爱国东路封起来 自己也办了一个活动 但是我先从人数开始说 这个是四叉猫估算的人数 当然现场啦 现场是喊出说 哇 已经超过了六千人 超过六千人 那四叉猫估算 你看这个椅子 因为四叉猫很喜欢 用椅子去排嘛 排排看 好 就让你整个椅子 全部都坐满了 他说大概现场一千多人 给个人数一千五百人 可是我们的记者 去现场估算 大概最多也是只有八百人 更少 对 更少 那无论如何 大概六千人 对 这差太多了吧 那不管是你民众党喊出 超过六千人 还是说四叉猫估算的 这个一千五 还是我们记者观看的八百人 你对于第一场 民众党九月八号 在济南路办的第一场 小草生育的活动 当时现场喊出两万人 你看从两万人 都是现场喊的啦 你从两万人 到昨天现场喊出六千人 你知道已经急速下降 跑了一万多人 所以我觉得这对民众党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所以你看小草的这些凝聚率 或是说对阿伯这种信心 这个是整个急速的 在这个雪崩当中 所以你看黄国昌 他昨天在台上又开始来那一套了 就讲什么绿色新威权 赖清德放人 最好了最好司法院 那个法院是这个赖清德开的 他说放就可以放了 那你像黄国昌你越骂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民调 这是美丽岛十月份的一个民调最新的 赖总统的信任度 跟他的执政满意度 都已经超过五成 而且还是一直往上升 这个信任度来到了54.5 上升1.5% 那执政满意呢2.1% 如果你细向来看的话 其实他是对于这个树摊啊 民众对于树摊打摊啊 这个这个贪腐打币的这个部分 是对于总统是给高度的肯定 那所以你看黄国昌你越骂 结果没想到大家对于赖总统的 这个信任度跟满意就越高 那你反观啊 你反观你自己的这个民众党 你现在你的民众党的这个好感度 只剩下25.7% 相较于这个负向评价57.5% 就超过一倍 所以民众党自己要不要检讨啊 你看民众党也是啊 越骂这个人家满意度也达到4成6 国民党是落居第二 所以你看就说这个跟民意的 这个所谓到民意之所向 黄国昌你到底有没有感受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黄国昌 他昨天又在黑白公公寫了 他说啊 他这个我先讲 他说他18岁开始读法律 到目前为止 他问他自己 为什么无法回答陈佩琪的问题 他说陈佩琪前天传简讯给他 陈佩琪传了什么呢 陈佩琪说 他说现在外界都在说柯文哲的图例证据 这个证据确凿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激压 而且呢 就是大家就说一路搜索啊 搜索到今天啊 搜到什么东西呢 那为什么现在都不敢起诉柯文哲呢 在等什么呢 他说他这个问题想了很久 不敢回答 我是觉得你眼太大了吧 对 而且这什么问题啊 对这什么问题啊 对 第一个为什么不敢起诉 没有不敢起诉哦 没有不敢起诉 人家还在调查 人家还在调查 而且可能还要继续在延压嘛 对 第二个 他说柯文哲哲的图例证据确凿 为什么不敢起诉 现在不只是图例哦 现在是已经是已经到收惠了 已经到收惠的程度了 所以检察官现在花这么多时间了 要去查这些金流 大阵仗叫这些人来 就是要厘清金流 那我们反倒要问 我觉得黄国昌 为什么我说他言很大 你看他整场都从始至终 都一贯如今 他都不敢去讲这个案情 都不敢去跟你深入案情 他就是什么东西 都绿色行为权啊 我们战斗啦 战斗啦 连他家马桶未来爆炸 可能都是赖清德的错 这真的超好笑的 你为什么不敢跟大家讲 USB现在下来 所查到的一千五 五百 三百 甚至谢国良承认了两百 这些钱到底去哪里了 对啊 你为什么都不敢讲 现在民众党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回答 那我在讲说 你陈佩琪 你也不用哭啊 你哭什么 你不要哭啊 你就叫橘子回来啊 你要不要去看北柬的 申请延长积压的 那个新闻稿里面 里面就讲了 重要的关系人 许子瑜现在人在日本啊 你哭什么哭啊 你打电话叫他回来啊 我怎么哭 因为橘子不回来 因为他去存那个是这个证据 ATM的那个 被抓到了 那个钱还没有 那个钱还没有在 那个新闻稿里面 那个账还没跟他算 是 你有什么 有什么要哭 你就叫你婆婆啊 不是说橘子是柯妈妈的 这个最大的眼线吗 什么事情都要跟柯妈妈报告吗 是啊 橘子现在如果只听柯妈妈的 叫柯妈妈一通电话 叫他回来就好了 对啊 新闻稿里面讲说 橘子不回来 就是柯文哲严压的 最大的关键因素嘛 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 你们民众党也没有一个人 帮橘子讲话 橘子被你们害成 已经变成这个通计了 已经变通计了 那你还不叫他回来 然后就讲一些黑白说 什么我们把立法院预算要删 我就觉得不用讲这些啦 如果说你们觉得 柯文哲是清白的 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猫腻的话 你就叫橘子回来 把所有的金流交代清楚 不要在那边演那个什么亲情大戏 民众党昨天的这场活动呢 黄国昌是压轴来发表演说 那特别他提到陈佩琪发简讯 问他这样的问题 黄国昌特别去特意提陈佩琪的简讯 然后陈佩琪就坐在底下 不时低头师 到底黄国昌是要传达什么讯息呢 就演戏啊 他们两个这个我觉得 现在金中奖 走中奖都已经颁完了 我觉得很可惜 这两个人没有当个这个 这个奖 最佳演技吗 对啊 最佳演技奖啊 我觉得这是没有去参选 没有去参加真的太可惜了啦 不知道在演什么嘛 第一个是黄国昌 你身为法学专家 你以前又是法律系的老师耶 你居然讲说 既然罪证确凿 请问为什么要继续收押 我告诉你这问题 不用问大家 问我们专业最赞就好了 对不对 你是他的学长嘛 你是你没想要说 你也不想承认 他是学长的 我觉得 黄国昌现在会答不出来 怎么会这样 这样就被问倒 他让他回答不出来啊 他如果要依照法律回答的话 依照法律的程序回答说 你安 没有好好的招来 然后又有举止 潜逃在外 有可能串政 当然要继续押不押 你要押谁 对不对 那黄国昌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 他如果这样讲 后科时代 他就直接GG了 对不对 所以他只好说 我回答不出来 回答不出来是连想要骗陈佩奇 他都觉得不用骗了嘛 可是他把他讲出来之后 就让陈佩奇去演 哭得像泪人儿一样 然后觉得他很可怜 到底有什么好可怜的啦 如果陈佩奇 你真的觉得 你的先生不应该这样 那我问你嘛 你的那个ATM 60次的存款 刚好 尤其第一次的存款 刚好就是在 这个金华城 申请20%农奖 的那个函 送到2020年3月 到4月的那个时间 你去存ATM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问柯文哲 那钱都未来 哪有这么多钱 对不对 你做这些事情 这样不行 他那时候如果劝柯文哲说 这样这样不行 对 如果你拿了那么多 搞不好 就还可以救了柯文哲 你如果那时候柯文哲 拿那么多钱回去 给你去存ATM 你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不行哦 你多问一句 然后阻止他 我告诉你 他现在不会积压在里面 对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你当 而且陈佩奇 不是没有读书的人 陈佩奇是依照柯文哲说 他是才女 他是澎湖的才女 马公高中 第一个考上台大医学院的 就是陈佩奇 女状元 所以他是有知识 有嘴准 有背景的人 也是个精英 他对于他先生 从事公职 然后收受相关不明的款项 然后他配合去存钱这件事情 他如果当时能够去阻止 阻止他先生 他先生现在就不会突立了嘛 对不对 就不会有收费相关的问题嘛 所以你如果要哭 你就回去自己哭 你还会出来哭给大家看 你是哭给大家 国举同情啦 对嘛 但我觉得黄国昌 因为特别就是说 陈佩奇传简讯给他 之前又说 柯文哲跟他说 什么自己可被牺牲 民众长不能被牺牲 感觉到黄国昌意思啊 他是要成为柯文哲的继承人吗 对 我认为黄国昌 现在就要行说 自己在后科时代 能够跟陈佩奇对话 陈佩奇可以跟他诉苦 而且他可以掌握全局 所以昨天的那个场 昨天抓鬼的那个场 最后的人是谁 最后压走的人 就是黄国昌嘛 最大的那一只鬼 就是黄国昌嘛 对不对 黄国昌要把这个 整个民众党在后科时代 就要定于他一人嘛 但事情是不是那么简单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嘛 不过他继续要消费柯文哲 所以他说柯文哲 曾说自己可被牺牲 有吗 柯文哲真的有这样讲吗 他不是那种人吧 是啊 柯文哲是这么无私的人吗 一起祖书 之前去打民众党 去打七蛋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年轻的党工在那边打 有没有 柯文哲躲在后面 而且他还说等到大家都打死的时候 我再出来 柯文哲是一个这么贪生怕死的人 你说他可以牺牲 可是黄国昌是希望怎么样 柯文哲牺牲 希望柯文哲牺牲 才会来到黄国昌的时代嘛 你讲太早了 你讲太早 如果柯文哲真的出来 看到你这句话会生气哦 对不对 而且黄国昌行数非常多 第一个 他之前讲说 柯文哲被吴宝请回的那一次 然后他们去花莲去探视 这个去公计的时候 柯文哲跟黄国昌讲说 他在这个北检的时候 看到那个监视器 都看到这个赖清德 这件事情也是黄国昌讲的 然后现在黄国昌又告诉大家说 柯文哲说他可以牺牲 到底是柯文哲真的讲 还是黄国昌要假借胜职 行数他自己在后商市 把那个跟他讲 就写个写个 一定要是那个他妹妹接来 所以你知道吗 我觉得黄国昌的这个操作 痕迹斑斑 其实他就是在后科时代 他想要存在 有他一定的地位 而且他如刚刚所说的 他其实在入党之后 你看他是去年的时候 才被柯文哲邀请入党担任部分区 这么短的时间 他可以邀请这么多的党员进民众党 听说柯文哲那时候还没有被调查的时候 他对黄国昌就有防备了 他觉得说 带了一万个人去 对你怎么会进这么多的党员 他们不是有签约吗 说不得涉入党员 不得涉入可以邀请党员 不可以涉入党务 但可以邀请党员 当柯文哲无法适事的时候 黄国昌这些党员会不会起作用 陈佩奇不是低头是 然后呢 这黄国昌呢 激动演出 他也哽咽 然后林国昌还叫民众要去冲总统府 来柯文怎么看 他们三个人在台上 是在演哪一出 其实你看看这个人数的问题 几位过去两万几个人 虽然也是说自己说的 没那么多 到今天6000人 四叉猫说他这1500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有整个媒体教大家看一下 第一 一般来说 当主席叫张艺 阿艺 这是 如果用忌松两种方式来分的话 应该不是忌俗 但是他们扮好像忌俗 这是第一点 所以为什么一直都有 扮活动要开始动用的 对不对 有说那些一股做起 载而衰三而解 他们要扮一直冲 这第一点很奇怪 像那些消化疑神的感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出色的人数 所以是这个派黑 涼米宇 蔡美如黎明霸 黎明霸 黄山山黎明霸 但是国庄一定都有 如果国庄来就一定又要由馆长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有不同的派系 第一是一直在扮外人很奇怪 翻上了 第二又一直 然后民众党说他们没有派系问题 鬼到相信 这就是在说鬼故事 因为他在搞什么鬼的场合嘛 所以说我们没有派系 这就是鬼故事啊 别嫁了 当时我们第一天插政理 所以还有第三他们的发言 其实都不是在停科文做 他们的发言都是在 驾民政党比较多的 一般来说这个党合 你不就要停科文做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他们连停科文做都保白 一般来说是这样 如果我去掌揚 我的指甲是说 我的志工官部要替我讲话 不就要说 全部的一定没做 全部的没做那件事 全部的就怎么办 我就拿钱给他就不收 有罪无罪嘛 不然就是说好 他就是有罪 但是他这是必要之恶 拗就拗过了啦 他不是呢 他是拗对一句你知道吗 整个民众都在拗对一句 在拗政区拿出来 他不是说他没罪呢 他说饮杯有罪啦 政区你拿出来 压人取共啦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我有罪啦 但是你杀没有政区呢 这保白呢 我第一次看过去折腾了 第一次看过去折腾 有罪没罪可以保白的 我后来去分析第三次又有罪的问题 外党派那个罪 我只有一个结论 一切都通了 这要注意一句话 你要看国庄我说那句话 柯文哲曾说自己可牺牲 但民众党不能被牺牲 这个我以前 那个营安八点看包青天 我有看过 这次叫做蜜麻瓦泰铸 什么叫蜜麻瓦泰铸 过去 这个什么啊 这个柯文哲出来算 三百几万票 二十几百倍三十百 他那个资资都这么高 但是怎么长他了嘛 阿他了嘛 所以有人失望有人离开嘛 现在要換什么 那个柯文要洗过 洗洗的 炒和洗洗的 变成长了 变成长了 所以长了是卫领开始嘛 因为 英国庄是民众党 现在台面上就是打他 他要取代柯文哲 对嘛 这就是你嘛 他去煮嘛 就是他民众党洗阔 不洗瓜啦 他民众党听我的了啦 联合一个政治人物 你都不用做主亲呢 你还不用在政党呢 联合一间公司 学校 如果有人说这个话 把你的班 把你的公司 把你的部门 上次大部的说 这个大部可以犀行部门 不可以消失 你要看这个人 看上去说这个话 看不明白 然后还要提陈北极 传讯给他 问他问题 所以国庄啊 他的骨骼已经疏出来了啦 我只能说 因为这个民众党加来疏 我也不便说什么 但是你如果问我 用分析的更多啦 民众党的支持者 尤其柯文哲的支持者 现在全台湾 唯一一个 在跟你害就是国庄啊嘛 苏法部有罪不罪 回来 出来还可以买罢零 挖的工作 白的 白的工作 挖的呢 但是政党的管理 担当了 国庄啊 出台了 你关门到什么都没有呢 你现在 你看看 第一啦 钱是不是互不开 这扳账的 是上东西的 这开上的钱 这当主社会管理呢 那不是 现在这个民众党的钱 是谁在合发的 谁在签的 我在约啦 黄山山没在那嘛 那应该就不是 保黄山山去金城城嘛 那现在国庄啊 都阿阿买嘛 赶紧定案队嘛 所以表示一定是 韩国庄的意思 既就是是亲国庄的那些人嘛 他们这里面有一个人 有外邦的领域啦 叫做吴春城啦 那观光公司 以前就是在扳外邦 在做旁边嘛 所以有在 他就是这条线 这条线 人所还有林国庄 还有陈志安 他们投票 说啊 主席没在的 我们就一直扳一直扳 要把那些人所维持 但是这个上次 不像这个 遂行个人意志 要把磕粉洗成冲粉 对的确啦 这所谓的万圣节 什么鬼故事 看起来民众党 这个讲出来的 似乎都是鬼话的言篇 那因为黄国庄都说 他自己都是法律学者 竟然陈佩奇一个问题 就把他问倒了 他说什么 既然罪证确凿 为什么还要继续押 那所以呢 罪证确凿就不用继续押 是这样子吗 这有逻辑吗 然后他就说 今天站出来 就是要来挽救 台湾的民主政治 挽救这块土地 不可以继续被赖总统 所领导的这个 新绿色威权 什么践踏伤害 来于将军 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觉得黄国庄说 他说他收到了陈佩奇的简讯 他18岁开始念法律 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而且柯文哲还有一条 他说什么 那时候赔了一个 我已经薪水是200万 他不做400 这个时候 就有台北市的议员 他接受说 有那200变400 是什么 柯文哲说什么 你知道吗 我常常说 第一次是